文四季君,作为父母都希望自己孩子的名字好听,又有很好的寓意。 毕竟,名字是父母在孩子出生后第一次给予孩子的礼物,所以父母对此的会特别的重视。 但是,对于一些少见的姓氏来说,无论是什么样的名字,都会显得有些尴尬。 有一位叫做盖剑山的父亲,在为自己刚刚出生的双胞胎女儿起名字时,歇歇与他的妻子打了起来。 盖剑山的妻子刚刚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,一个家庭中增加了一对双胞胎。 当然,所有人都很很高兴,可眼看着就要出院了,马上要给孩子办出生证明。 但是,双胞胎女儿的名字却始终还没有确定下来,因为妻子喜欢看浪漫的泡沫剧,所以给孩子们起名字时,都是从浪漫的泡沫剧中寻找灵感。 比如,甘子孩,甘子语,甘子诗和甘子语。 听完这些名字后,甘剑山和苗果,觉得这些名字起得没有寓意,重名的太多了,简直都是烂大街的名字。 可爷爷和奶奶起名就太传统,比如,甘小房,甘春花,甘莲花,甘剑山也不喜欢这些名字。 她希望双胞胎女儿的名字,可以吸引又有寓意,甘剑花小了很久。 突然间,她灵感从大脑中浮现,想到了自己觉得最好的名字,甘春暖和甘花开。 其实,只要一对孙女能健康快乐成长,两位老人真的不想以儿子和媳妇争变什么名字的好坏。 可孩子母亲听到这个名字,就感觉不对劲,哪有这样是名字的。 甘剑山连忙解释说,念朝大海,春暖花开是一句式,寓意超级棒,用这个曲名字肯定是不会崇明的。 这真是一对好名字,甘剑山越讲,心里越觉得满意,在旁边哭笑不得的妻子,偷妇产的伤口都快气得裂开了,坚决不同意这对名字。 并放下狠话,如果你给两个女儿叫就对名字,我就把双胞胎女儿送回肚子里。 俗话说,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牛,生了双胞胎女儿,当妈的本应该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。 不值得因为名字,而夫妻娘闹得不愉快,但是这个感性确实比较少见。 对于这个姓氏来说,曲名确实是有点难度,取得不好容易很容易就会闹了笑话的四季军。 不知道你们有能用什么好名字呢? 欢迎留言分享,帮双胞胎女儿取个好名字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